大家好,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东西 今天的话题就是说旅行期间我们到底需要注意什么东东 对很多人来讲旅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开心 希望可以去到其他国家在当地那边享受旅事 然后感受那些当地的一些热情 今天的话题呢除了要跟大家分享探讨这个东西之外 最主要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当你在计划要去旅行的时候 你需要做一些什么东西 就是说可能很多人就觉得飞机票 希望说飞机票可以买的便宜 可以住宿,住宿可以住的好一点 靠近社区吧 但是其实还有很多,有很多项目是我们需要去探讨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计划罢了嘛 就是去旅行而已,没有什么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要想到的就是说 你是需要你的旅行计划是属于家庭式的呢 还是背包式的 有一大半的人去旅行 或者是说可能你只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去旅行 去旅行呢,其实背包跟家庭式有很大的分别 然后背包式会比较自由啦 然后家庭式你就需要可能需要有当地的导游 然后带领你们去一些景点啦 然后去探讨当地的文化还是什么 另一个方面你要找到的就是 你要去探讨的就是说 机票或者便宜之外 你需要知道什么时候是check in 就是说因为你坐飞机 你本来说要去上飞机或者是上 但是目前来讲在马来西亚好像有不一样的限制 就是说可能在44天里面前后 你就需要再多加上去当地的相关的那个网站去搜 除了这之外呢 calling pass就是说我们要一个准证 我们需要上飞机需要一个准证 去说现在这个东西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它的个人资料已经有在了 然后我们就去飞机场上飞机 然后还有就是说有什么文件或者form 你是需要去填上的去填补的 因为很多时候不同的国家 它的文件不一样 然后它的表格也不一样 它稍微会有不一样 但是基本上它的那个 他们的用意都是一样 就是说希望可以知道你是哪 从来来 然后你来这里 你来它的国家 是有什么用意 有些是去旅行 有些是公干 这国家我们需要有visa visa就是说 那个签证啊 好像有些人说 我不知道实力卡是不是算是签证 去中国呢 它是需要有那个签证的 然后签证方面呢 你要看呢 有些是说我是去读书的 有些是去求学啦 就是说有些是去旅行 然后有些是去公干 所以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 性质是不一样的 据我所知 旅游签证啊 就是travel travel visa travel entry 我们叫travel pass 它是有限制 就是说 可能在30天里面 30天之内 你就要 就说出境回国啦 然后 如果是说 有些国家 它可能给你1到3个月 可能就是90天 或者是说 有些去读书人 它就是 会更久 或者公干人家 也会更久 要看它的那个信 他们填那个表格的 要写的那些 本地的手机号码 跟国外的手机号码 是不一样的 区域不一样 所以他们就是说 有些人他们 可能在那里 一两个星期 或者是可能 一两个月 他们就要 用当地的手机 手机号码 然后 你就可以在上 在他们的 有些相关的网站 网站 去寻找 去搜寻 他们的 手机 手机 电信公司 那 国家理事馆 不只是在马来西亚 就比如说 马来西亚它有 日本的国家理事馆 或者是理事馆 你们所说的理事馆 或者是说 可能有 泰国的理事馆 或者是说 有 欧洲的理事馆 理事馆 然后这些东西 其实 在国外呢 就是一样 因为 你去到国外公干 或者是去旅行的时候 我们本地的 本地人的一些 个人资料 在其他国家 是没有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去到国外 他们都是用 护照 就是passport 然后 有 就是一些 travel traveling visa 或者travel pass 或者是说其他的文件 还没去那里的时候 你就要觉得到 国家理事馆是在哪里 是靠近什么地方 因为 你 你不可能很多东西都 最后一秒钟 最后一分钟 才去看 才去看 因为 当你已经 经级的时候 很多时候 已经是来不及了 最重要的是说 你 在还没去 还没 还在准备计划的时候 就需要 准备一些 相关的一些 资料 这些号码是什么号码 比如说 你要去警察局 或者是医院 或者是说 可能一些 紧要的事情 或者是 这些东西 你都需要了解 紧要 很多时候 很多人都以为说 手机 这手机号码 如果我的 手机的 我里面存款 到齐了 然后 不能 基本通常都是 不能打 去 至于 能够 能够接近电话 但是不能打出 你的电话 去给你的朋友 或者是 你的 自己警方本身的 手机号码 其实它有一个功能 就是说 如果你有 一些紧要的 急要的事情 就算你的那个 票额 已经过期了 当然 你不要等到 已经过期了 不能再打电话 紧急号码呢 通常 有记忆中 OK 有些是 不同国家 不一样的 但是基本上 国籍的 警区号码是 112 或者是 3条9 就是999 然后 有些就是 911 有些就是 990 要看一下 最主要的 就是 2号 警区号码就是 112 跟999 就是比较 常见的 一些 警区号码 你要去的国家 它的语言 是什么 就比如说有些是 华语 就是 普通话 或者是说 可能就是 英文 英语 或者是 德语 你要知道 在当地 你能够用什么 语言普通 韩国 或者日本 他们虽然有时候 通常他们的母语 是日语 跟韩语 有时候 你跟他们讲 英文 他们 有些人会听 有些人不会听 但是 马来西亚 你 任何语言 匕首 就是说 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 如果你真的不了 当地的人 不清楚 你要讲什么 用肢体语言 你的手 手语啊 匕首 这东西最适用 当地的匯率是什么 就说马来西亚的 匯率是用马币 如果你用美元的话 都可以 但是 你就需要去 一些 匯率的商店 商家 他们去推翻的时候 想可以 买东西 很多人就说 我去旅行 我不需要带很多 可能差一个人 也 用不多 但是 你很难 去 你可以 但是 很多时候 你需要 基本上 多一个 30% 的 数额吧 可能有些人 他比较爱吃 干 比较好吃 比较吃货吧 他比较喜欢吃东西 比较喜欢买东西 所以 可能会 用超过的 如果一个人的话 你怎么去 去 叫人 去找钱 去当地的地方工作吗 可能人家都不可以 封印证 或者是 有些人 没有法 就是 打电话回国 叫他们 寄钱过来 然后如果你有多朋友的话 当然可以 跟他们接 然后过后回国才 再来玩 还是这样 都可以 所以你在本地 当地 本地还没去旅行的时候 就是需要 或是公干的时候 你就需要 去打一方针 如果你要去 国外公干的话 或是去列行 最重要的 你先去 一些诊料搜 然后去问一些 那些医生 到底我 如果去公干 或者是去哪个国家 哪个区 哪个地方公干 或者是旅行的时候 我需要打什么预防针 因为很多时候医生 他会知道 当地的一些病症是什么 所以他会 他会告诉你 你可能需要打什么样的预防针 然后预防针通常 有效期 就是说你打了之后 你可能 有效期 是可以 到半年 或者一年 或者更久 这要看医生跟你怎么说 这东西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是一个 一个包裹 然后 你也不希望说 去到国外 睡头不服 然后 一些肚子 进医院 没有人要 没有人想要的 你去那当地 想要看那些当地的风景 风景没有 沙滩 什么 所以就希望去看一些地势工具 是很好的事情 很好的事 事物 各有所求 所以我们就觉得 其实 你这么满配 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比如说 有些人 在那一段时间 分开去不同的地方 然后可能 到一个时间 一点之后 在同一个 一些地方 去集合 会比较好 因为 不会是每个人都喜欢 看同样的东西 如果是背包式的话呢 我有一个建议 如果你是一两个人的话 去到任何地方 如果有 有些人 他提过来 跟你问好 然后 或者是说 可能想要问一下 就是说 你是从来来 可能 那就是一个客套化 没有什么事情 当然 你去到国外 所以 有事情的话 随意帮不了 帮 帮不了你 你只能够自己帮自己 或者找一些人去帮 但是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先知 你会讲普通话 中国 你会讲普通话 对啊对啊 我会讲普通话 然后 你一个人来吗 这个是很常见的问题 因为我在中国呢 有七八个人 在不同的世界 不同的地点 都 有问过我 嗯 我就告诉他们 我有跟朋友一起来 因为 很多时候 你知道现在很多 很多事件发生 我们也不希望说 不愉快的事情 发生在 自己身上 我就告诉他们 我跟朋友来 今天 可能 我们出国后会记 还是什么 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 一个方式 如果你 你 你很 很 仔细的跟人家说 我一个人来 可能 会有 危险 就比如说 之前我在 我在一些包装 包装上 跟一些网络 看到的 比如说去 啊 他去 喝了一杯酒 喝了之后 他叫了一杯酒 然后他去喝了之后 然后就 不信人士 醒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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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肾脏 已经被人家 割了一个 他的 他的 对啊 他那边 还有一段个条件 你说 你一定要去拿去 这个号码 给那个医院 或者是说 叫人来 叫人来救你 如果是真的 这样子的事情 發生的话 你可能已经太迟了 可能 还没到 还没去医院的话 很久以前 已经不在了 我们在 旅行的时候 很多时候 有很多人 就以为说 我去当地 一两个星期 其实 我不需要买保险 旅行 旅游保险 Travel Insurance 如果你本身 已经有人说 保险了 而不是旅游保险 我建议你 去买一份 也不过 在旅游期间 或者公干期间 对 你就去买一份 有时候 不知道在当地 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保险呢 其实他有 对一些旅行 旅游的人 那会有帮助 可能 两个星期 可能 要一个人 要花 整百块的费用 但是 你要知道 整百块的人 他可以救了你一命 他是 当你需要的时候 他就是保 当你不需要的时候 没有用到的时候 没有需要用到的时候 他只是一张 一些 一些 超高值 文件而已 所以 东西是有两种方便的 你要不要 是拒绝你 尽量 可以的话 去认识一些本地人 当地人 因为 你去旅行 你也不只是希望说 我只看到 我想看的东西 然后 其他包括 可能当地的风势 我不想去你 我是建议 我有这样的看法 就是说 既然你已经去到国外 你就 享受 享受当地的一些 环境 去认识一些当地人 是很不错的 可能 之后 你们 又可以交朋友 联络感情 或者有些人 他们去到那里 他们就认识了 他们的老婆 老公 丈夫 不停 然后 这个东西其实是很披妙的 我之前有约了我一个 我去到中国 我去吃他们的那个睡觉 饺子 然后他们的饺子 其实跟我们这里的饺子 有一些分别 就是说他们饺子的那个皮呢 会比较厚一些 然后他们的辣椒 他们是用干辣椒 来磨碎 磨成分 然后过后才能来蘸 还有就是说他们最喜欢的就是 醋 当地的醋 也会蛮好吃的 但是 如果有些人他不喜欢 比较不习惯辣的话 他们就会 会觉得不太好吃 这个都是我 我去当地 去找的 就是说 顺顺到走去一些小街 然后我就 去当地那边 尝试他们的 他们的视频 其实也蛮不错的 讲了一些事情 你上一些飞机的时候 你要知道 飞机的 你能够提的那个行李箱 重量是多少 不然的话可能 你买了 你已经计划了好 计划好了全部的东西 但是 到最后 因为行李的问题 你不能被单独的那个行程 所以就是我想 给大家分享的 希望我们 这一年终于过去 再见 8 2020 19 8 7 6 5 4 3 2 1 5 6 6 4 5 1 3 5 4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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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到掌握了 我先到放途上篇 我先到放途上篇 我先到放途了 有牠d